肉眼可见,朝鲜半岛局势正在一步步恶化 美国想要挑起战争,中美在暗地里激烈博弈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淑君 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气球大战升级,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 事关战争,中美暗地激烈博弈 这两天,朝鲜半岛打起了气球大战 大家没有听错,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气球大战 朝鲜花了六天的时间,让三千五百多个气球 飘到了韩国边境地区,以及韩国首都首尔 气球当然没有什么杀伤性,但侮辱性极强 因为朝鲜这边往气球里塞满了废纸和垃圾 甚至还有排泄物 这就导致这几天,韩国派出了生化和爆炸应对小组 正在大规模回收气球 并且对气球里的垃圾和其他异物进行精密检测和分析 防止出现有毒物质 按照目前韩国的统计数据 朝鲜通过气球至少投放了15吨的垃圾 而朝鲜方面之所以会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韩国先动的手 大家可能不清楚 韩国那边一直把往朝鲜放气球当作一个宣传手段 甚至成为了一个例行活动 韩国民众会往气球里面放政治宣传单 再加上一些糖果、打火机、烟草之类的小东西 让朝鲜人民感受一下资本主义的灯红酒类 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希望从精神层面腐蚀朝鲜人民 然后借此一步步瓦解北边的政权根基 最开始这类宣传活动还是由韩国政府和军方组织的 后来就成为韩国人民自发参与一些非政府组织专门举行这类活动 而对此朝鲜自然就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了 不过手段要更加极端一点 而且不光如此 朝鲜这两天还进行了大型火箭炮的试射 进一步对韩国示威 总之这场气球大战听起来可能有点小儿科 但却能充分证明半岛南北两位邻居 关系正在进一步恶化 去年朝鲜试射卫星 韩国种植919军事协议的部分效力 今年1月份韩国宣布两国之间不再存在缓冲区 朝鲜废除南北和平统一委员会 宣布两国不再是同族关系 而是敌对关系 现在双方都打起了气球大战 朝鲜半岛的局势 肉眼可见的在恶化 而日前韩国更是决定直接种植 919军事协议的全部效力 这意味着在文在寅时期 朝韩两国好不容易才缓解的关系 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 双方将再度进入不断军事对峙的怪圈 而且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不过对此有一点要清楚 朝鲜半岛今天的紧张局势 并不取决于朝韩两国的关系 深层次上还是美国在刻意推动半岛的动荡 对此中国不可能坐视不管 所以中美在朝鲜半岛上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暗战 中美博弈的一个关键点在于 美国企图以朝鲜半岛为支撑点 在亚太地区引爆一场战争 而中国正在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绝对不能让美国得逞 绝不能让朝鲜半岛的火药桶被点燃 不过好在美国在股东半岛局势之际 我们在中东和欧洲的布局也在顺利推进 而且从局势上看 进展要比美国快得多 至于到底是亚太先爆发战争 还是美国霸权先崩塌 其实已经很明显 美国现在无非就是在垂死挣扎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2.3.4 7.5